我們現在要出發去買菜 先去中超買一些菜 這樣這兩天才可以住 這家不推不推 因為老闆態度非常的差 差勞也爆炸 我們都在這家買 這家態度不差 我剛買完菜現在剛回家 非常的腫超多東西的 因為第一個週末就要買很多東西 然後我買了一杯拿鐵 他有問我要不要加香草或焦糖什麼之類 然後我就說加香草 因為我知道焦糖馬其朵 它的底部是香草 然後中間就是拿鐵 然後最上面會淋那個焦糖的醬 然後我剛買焦糖的醬 我想說 那就加零香草 然後我等一下上面擠那個焦糖的醬 應該就是焦糖馬其朵 應該是這樣吧 我就是剛在家樂福 買了這個焦糖的醬 然後裡面是有 就是鹹熱奶油嗎 所以它是 應該是鹹甜鹹甜 應該是這個醬吧 現在來加加看 不過它這個 開口有點大 我有點害怕 我還好 我擠得怎麼這麼醜啊 他們星巴克不是都會這樣子很綿密的 天啊 沒關係 我們加醬就好了 應該不用加太多 不然會太甜 我把它搖一搖 嗯 好好喝 就是焦糖馬其朵的味道 可是它焦糖都沉到那個底部了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買了什麼 我們先去中超嘛 補了兩包辣雞麵 這個是起司口味 我在法國超愛吃辣雞麵 然後配那個起司絲很爽 然後還買了韓國辣醬 然後小的咖哩 這是中辣 還有烏龍麵 我想說今天晚上來炒個烏龍麵 還有珍珠 幾十珍珠 可是這一包好貴喔 這一包6.8歐耶 它上面是寫說 五分鐘之內可以煮熟的 也是筷子 然後還有 有機味噌 我買的是白味噌 還有大白菜 這個我要加到那個炒烏龍麵的 然後木耳 還買了豆芽菜 夏樂福買了香蕉 香蕉醬子 1.42公斤 然後2.47歐 我不知道台灣香蕉是賣多少 應該差不多吧 加樂福還買了那個 有機的雞蛋 東超買了這個泡菜 這個韓國泡菜 這個牌子 真的超好吃 這個只會冰來冰來 它不是那種罐頭 然後這個就超好吃的 這個我超愛的 還買了豬肉 雞肉 還有牛肉 還有 可能還做的那個 嫩豆腐鍋 我超愛吃嫩豆腐鍋 還有我最愛的那種 巧達的起司 我最喜歡吃巧達的 還有豆腐 那個年糕 還有我剛剛說的起司 法國起司就很好吃 我喜歡吃這種巧達的 它原本正常的那種 起司 顏色比較淺 但是我比較喜歡吃這種黃的 我還買了一顆小顆的哈密瓜 紫洋蔥 我還買了 Courget 這個是櫛瓜 然後一盒 一定幫我們切好了 紅蘿蔔 晚上煮菜用 好像就差不多了 然後加樂福 我還買了這個千層麵 我超喜歡吃千層麵 還有雞塊 這雞塊不知道好不好吃 這一盒要五點多 這個應該算是貴的雞塊 應該會好吃吧 因為我之前買過 兩歐的雞塊 超難吃的 它裡面還有肥肉 想說它有氣炸過 就可以氣炸 歐這個油條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是在那個 東超買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 然後東超買了這個 冷凍的豆子 這樣炒菜就可以放進去 然後我還買了韓國的魚板 這樣可以煮魚板湯 或是火鍋 什麼都可以放 我還買了一包黃豆 因為我之前有在淘寶買一個小的豆漿雞 很方便的豆漿雞 所以我就想說可以來煮豆漿 買買了洗手乳 還有這一瓶雅樣的火拳噴霧 然後這個是三十週年的包裝 我覺得這包裝很漂亮 我剛剛就在猶豫 因為剛剛 就是一般正常的包裝 它兩瓶特價八歐多 就是減兩歐 然後這個就是正常價五點多歐 然後我就會猶豫 到底要買這個三十週年還是買正常版的 可是我後來就想說 這一瓶我可以噴很久 我也不需要一次買到兩瓶 我就買這一個了 喔它來包裝 我喜歡 它背面很好看 它寫什麼 douzeur apaisement confort émotion bien être 嗯就是 欸douzeur是什麼 柔軟 然後apaisement 舒緩 confort 舒服 émotion 心情 應該是吧 bien être 健康 應該是這樣吧 我發文有點爛 我剛還去順便買了個衛生棉 我之前都是用另一個牌子叫always 我覺得法國衛生棉都有點粗 台灣衛生棉比較軟比較好用 然後牌子選擇又很少 然後這次換用看nana的 因為我有一個法國朋友他跟我說 他都是用nana他覺得不錯 想去用用看 欸 可是他這個好像沒有翅膀欸 欸 我不喜歡沒有翅膀的 這樣感覺很容易掉欸 好險我是買小包的 應該還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打算要來整理行李 啊 Hida 他都會來靠近我 然後趴在我身上 可是我要碰他的時候他就會跑走 因為今天 我們還相處不到一天 所以還蠻正常的 然後我今天就是 這兩天都要整理行李吧 還有之前搬家過來的那幾箱 就是我的東西 我男朋友都沒有開 所以就都要整理 我就想說我可以來記錄一下這周末 在做什麼 應該就是在整理行李什麼之類 我想說等一下來畫個妝好 不然我都素顏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很狼狽 然後今天其實我早上6點多就行了 因為有時差嘛 台灣時間已經12點多了 所以 而且我昨天晚上 欸快10點就睡早了 太累了 所以其實我是睡得還蠻飽的 每次從台灣飛到法國 就比較不會有什麼時差問題 可是從法國飛到台灣 時間變快 就會比較容易有時差的問題 然後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帶了什麼行李過來 我就先去畫個妝好 不然太狼狽了 我剛剛隨便畫了一個妝 然後現在要先來吃個飯 因為現在已經快中午了 吃昨天晚上剩的飯 然後剛剛的拿鐵還有三十而已 還有這隻臭毛 不要再過來啦 你不能吃 我畫完妝感覺 比較有精神多了 我現在要來吃這個 鍋圓液的烏砂蛋黃酥 欸你們會聽到背景聲音 那個車聲很吵 是因為我現在開窗戶 不然沒有開窗戶的話很熱 開窗戶會通風 請大家見諒 這個是我在Seven買 我之前有買過一次 我就覺得很好吃 皮也很酥 加上它是這種獨立包裝就很方便 然後這個效期只到23號 所以趕快把它吃一吃 超好吃的啦 這個 啊 可是熱量就很高 看一下它熱量多少 264.9 裡面長這樣 它表皮很多油 好好吃喔 它就是裡面 線超多的 我現在剛吃完飯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我洗衣箱 帶什麼 先給大家看小的 好像洗衣箱超級無理霹靂亂 就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帶了兩盒藍韻的化妝棉 我有一個已經打開放在化妝座上了 然後我還有帶一點 都會哩哩哩哩的化妝品 我還帶了這個天人名茶的913茶王 因為我覺得913茶王真的很好喝 然後你們知道我有在蝦皮買那個雪克杯 就可以手搖引到自己搖 然後我那個雪克杯是用油寄的寄來 然後應該可能一兩個禮拜之後才會到 所以要再等一下 我想說就是手搖引 因為有時候是想喝冰的 不一定想喝熱的 用那個好像加冰塊這樣搖一搖 好像比較快 我那個還要研究一下要怎麼搖 都我收到在說 戴了超多的口罩 你看這個是那個靜芯3D的 然後它這個是比較粗的 但我這兩天 因為我搭飛機 我大概整個24個小時我都戴口罩 然後這樣我耳朵是那種 比較小又很貼 你看你正面這樣根本就看不太到我的耳朵 然後我右邊這邊後面戴的其實有點痛 然後還有這個粉紅色的 我戴了很多口罩啦 我應該戴了三四百個口罩來吧 盒子都是有這樣摺起來 這樣比較好收納進那個行李箱裡面 我家貓在旁邊玩那個 我買的那個玩具 還有靴子 這個是去年Grace Gifts跟Colz聯名的靴款 我之前就很想要買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在法國 所以我就沒有買 而且那時候單價蠻高 一算好像要兩千塊 所以我就沒有買 今年好像九月初的時候 把在星光三月Grace Gifts有辦那個 夏日促銷還是什麼 就是類似Summer Sale 然後他這雙才賣九百九耶 原價兩千 他賣九九九還九百九王劍 然後他說是什麼有一點瑕疵 可是我拿到基本上是沒什麼瑕疵啊 除了這個靴子本身 你走一走會有的摺痕之外 但是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你全新的你拿來走一走也會這樣 反正我就覺得 挖到寶 就很開心 然後就把它帶來了 然後我這次衣服有帶一些 上上禮拜淘寶上面買的 所以之後會再拍一支淘寶的影片 我還在我家那邊的麵包店 叫做康九果子工房 買了蛋黃酥 兩個都是蛋黃酥 它也是獨立包裝很方便 然後這家康九果子工房會很有名 應該是因為無保存之前好像是在這裡 上班還是學徒還是師傅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單價也不算低 這一個好像四十五還有五十塊吧 帶了那個義美的QQ球 巧克力QQ球 這個好吃 然後還有我的A酸 口服A酸我帶了三個月份的 然後還有中藥 因為便秘便秘就是要吃中藥 我帶了一個多月份的中藥來 還有老洋的鹹蛋黃餅 因為我沒有辦法帶到全部整包 因為會太重 所以我就帶了幾個過來 看看還有什麼特別 然後這個 這個是給貓抓毛的那個手套 然後還有小魔方的萬用乳包 我這次乳包帶蠻多的 歐可的台灣珍珠奶茶 然後它是有那個另一包珍珠 然後它是有奶茶 然後旁邊是糖 然後我糖這個只有帶兩包 因為我已經習慣喝五糖 所以我就帶兩包 希望這個會好喝 因為我看網路上這個好像還蠻紅的 欸我珍珠好像整個都被壓扁了欸 就已經看不到一粒一粒的 然後紫色的口罩 我那時候以為我買到的是薰衣草籽 結果它是正紫色 我還買了海苔素香鬆 有時候之前早上會想要吃那種青州小菜 或者是中午晚上想吃的時候 可是又沒有肉鬆可以配 都可以帶那種素香鬆 然後再去中超買個筍子啊什麼的 其實我很想帶麵筋欸 可是麵筋都是那種罐頭 或是玻璃罐頭 就是太重了 就沒有辦法 我還帶了茶葉 這個是阿里山的紅茶 上禮拜去阿里山買的 吉利丁粉 其實我不知道吉利丁粉是什麼欸 因為我看網路上很多 就是做甜點的時候 比如說不需要用到烤箱什麼的 好像很多都會需要到吉利丁粉 剛好加熱福他有賣這種單包的 我就好像買了兩包吧 然後這是含金護髮 我上次護髮的影片有說 我有買一個回來法國 還有芒果乾 我之後會上一支影片空空廠 我不知道是這支影片先上還是空空廠會先上 裡面我就說我很喜歡這個芒果乾 是屏東坊山的 然後還有這個按摩槍 這個是我看那個漢娜妞在IG上面 然後就是分享他一起團購 然後就覺得很方便 因為我很常肩頸痠痛 然後他還有三個頭 這個是比較適合拿來按肩頸阿 手臂阿這樣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這很方便 我自己已經用過了啦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把它帶來法國了 然後我來帶來一包這個 Cortex的晚安好眠褲 我覺得這蠻好穿 我就帶一包來 因為我想說他也沒有很重 雖然說他一包只有三個還是四個而已 但我剛剛去夾樂服 我發現夾樂服有很多牌子的 防露的這種睡褲 不知道夾樂服那些好不好用 因為我之前穿那個是在 法國另一個超市monoprix買 然後他就只有一種選擇 我覺得那個沒有到很好穿 也沒有到很貼 然後這個是健身用的彈力帶 因為現在也沒辦法去健身房 去健身房還要戴口罩 我也很怕 而且流汗戴口罩到底要怎麼運動 現在就是要在家裡運動 裝酒精的空瓶汁 我還有帶一瓶噴的乾洗手 我剛晚上帶乾洗手來 我還有帶感冒藥 欸這個咳嗽的藥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之前有吃過 我覺得復原速度蠻快 因為我每次在法國感冒的時候 沒有醫生的處方錢 他基本上你咳嗽他給你的藥 就只會有喉糖跟那個噴喉嚨殺菌的那個 喉糖 喉糖怎麼會有用 喉糖是平常唱歌或話講太多 這在吃了吧 就基本上喉糖我是覺得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這次就從台灣帶了藥 然後我去藥局買的時候 他說這種是單方的藥 然後醫生看給你通常都是負方的藥 然後他說單方的藥會比負方的藥還要強 好像會比較快好 好像是這樣 啊我要買服帽熱飲 忘記買了 因為其實快感冒的時候 你一直喝服帽熱飲 就說不定就好 就有時候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過敏 溜鼻水什麼 這個是可受 我各買了兩盒 又是口罩 欸但我帶了幾包 1234567 好像350片吧 然後還有粉撲清潔劑 這個是在寶雅就可以買到的 還有鹹酥雞膠鹽 這個是小魔方的 這樣做那個什麼 椒鹽蝦 或者是你做一些蔬菜 烤蔬菜什麼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調味 我覺得就很方便 喔還有這個啦 馬桶掀蓋用的 因為你知道男生 就冷不爽 他們上廁所之後 他們不會把馬桶蓋蓋下來 然後我就完全不敢用手摸 我都要用一張衛生紙墊著 但我就覺得 你這樣子抽一張衛生紙 再把它放下來就很浪費 那個衛生紙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這樣直接黏上去 直接拿了這個就好 就會比較衛生一點 我還買了小魔方的月桂葉 就有可能之後有滷到什麼東西 有可能會需要 我還有帶 世舒坦的人工淚衣 這個是在Costco買 它是三盒 一組好像七八百塊吧 然後它是不含防腐劑的人工淚衣 因為我在帶小魔塑型片 我已經帶好多年 然後你帶久了 其實眼睛會變很乾 就是有點乾眼症 所以我沒有辦法 抵那種有防腐劑的人工淚衣 那個不夠滋潤 所以我就要買另外買這種 然後我又擔心法國 就是買不到 或者是可能需要廚房錢什麼 所以我就帶了大概四五十條 其他就是一些美妝衣服 還有鞋子 其實我大部分吃的 我都是用自己的帶來 衣服這些我都是脫運啦 因為我這次台灣飛荷蘭的時候是華航 荷蘭飛Tourus的時候是和航 因為是兩家不同的航空公司 即便他們兩個是聯航 還是沒有辦法夾購行李 我就只能帶它和航限制的23公斤 托運23真的超少 然後一個手提價 而且你們知道其實衣服沒有幾件就很重了 不能帶太多東西 我有再另外多寄兩箱 然後基本上那兩箱裡面有很多吃的 所以之後等那兩箱來了 我有再拍vlog什麼之類的 我可以再把它錄進去 或者是另外再拍一支影片也可以 就告訴大家我帶了什麼來 其實如果你們有要出國的話 就可以參考一下我的行李 我還帶了很多那個糖果襪 這個蝦皮這一雙超便宜的 我好像買8塊錢還9塊錢 還是7塊 反正就是超級便宜的襪子 而且又是好穿 你知道我之前都是買保亞 然後也是一模一樣的 三雙好像50塊還是多少錢 然後這個一雙才9塊很便宜 欸半價耶 大概就是帶這些東西吧 我現在穿著睡褲 我原本穿牛仔褲 可是在家裡還是穿著睡褲 比較舒服 那我現在就要來整理 喔還有好幾箱要整理 我之後應該會拍一個apartment tour 可是可能還要等一陣子吧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想要把餐桌換小 然後有些家具想要換掉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是租的 所以又不想要花太多錢 所以也不一定會換 因為你們有看到後面 那邊是深色櫃子 然後旁邊配一個白色 然後就 我覺得很喜歡 我們不是很喜歡那個深色的 如果再重買一個 那個感覺就是一筆錢 所以就算了 可能裡面會再買個什麼收納盒之類 可是買收納盒之前 把東西放進去好像又 又很煩很亂 那到時候又要再放一次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就應該是先去整理一下衣櫃衣服吧 然後我們家衣櫃 我其實也不是很喜歡它的顏色 它就是一個木 欸 原木木頭的色 不是那種看起來有質感的木頭 所以 我也不知道 然後好像衣架也不夠 然後現在要去買衣架 因為衣架不夠 天氣很好 然後這裡是那個 Jardan Japanese 就是日本花園裡面有一個 涼瓶 我帶了超多件 無痕的內褲 這個是在淘寶買的 然後一件大概是台幣25塊而已 我一直都會穿這個 而且內褲其實你兩個月大概就要換一次 就要丟掉換新的 所以我都會買很多個 細塀 說 走 初 後 好,我現在用刷魚夾 有沒有很奇怪 因為我現在要來炒烏龍麵 要先從切菜開始 我就是準備兩包烏龍麵 一個紅蘿蔔 一個洋蔥 豬肉 然後還有這個小白菜還是大白菜 我沒有回去睡覺 我只能過一個小白菜 我做了什麼 我都不會錯 我會不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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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o sé qué No lo quería hacer, Dios es amor Te rompí en partes Perdón mi corazón, todo fue mi error Perdón por enamorarme No lo quería hacer, Dios es amor Te rompí en partes Perdón mi corazón, todo fue mi error Perdón mi corazón, todo fue mi amor Perdón mi corazón, todo fue mi alma Lo dejé todo por tener solo a esa mujer tan vulgo Me rompió el corazón y yo la dejé yo me enamoré Perdón por enamorarme 簡單的炒烏龍麵完成了 這樣子吃起來就是跟外面那種餐廳的日式炒烏龍麵差不多 真的很簡單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啦 簡單又好吃 你們看我今天去藥妝店買的 而且這個雅漾的噴霧啊 它剛開始就是剛開封裡面還很滿的時候 噴霧吸到爆 因為我之前跟凱文宥那一瓶用久 它就會水珠變得越來越大顆 就沒有那麼好用 新的真的很好用 然後今天也用打放的這個化妝水 石膚打放的化妝水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我之前都會買200ml 然後200ml用了大概兩三罐之後就換成大的 因為真的很好用 在法國沒有像台灣有那什麼地芬尼亞 日本的藝人水那麼好用 在台灣用那個就好 可是在法國我不知道有什麼好用的化妝水 而且法國人好像不太用化妝水 就基本上他們好像就只有這樣子的噴霧 噴少的化妝水 因為化妝水幾乎都是專櫃 你看我就是藍韻的化妝棉會把它一片撕成兩片這樣 然後這樣疊起 旁邊吧 而且它這壓頭還不錯 然後我會把整個進濕 然後我就會這樣 然後這個衣服上來我就感覺到它比我在台灣還要滋潤一點 然後額頭 然後我就把它撕成一小個 就把它剩下來這樣洗一半 然後貼在這下巴這裡 這樣子 汁 汁 冷凍 汁 汁 汁 大家早安 早上打了豆漿 我用那個淘寶滿的九陽豆漿機 還蠻好用的耶 就沒有那個涼杯 所以其實不太知道黃豆大概要倒多少 然後我就是自己抓涼 我第一次倒的時候還給他倒那個米杯這個涼杯 然後結果整個打出來是整個一大坨 然後後來再試就是減少 就豆子好像是平杯 就只要真的只要一點點而已 因為那台豆漿機是迷你了 是只有300毫升的豆漿 所以他不需要很多的黃豆 但是那台真的還蠻快的 大概10到15分鐘 就一杯豆漿就好了 現在的豆漿就是很純又很濃 很讚 不過很燙 好燙的 我剛剛早上已經吃了一片吐司上面抹酪梨 然後現在再喝這杯豆漿 等一下晚一點就可以來吃Lasani 就是我昨天買了前層麵 耶 很期待 因為肚子有點餓 很純真的很濃 所以如果你們有想要買豆漿機的話 可以試試看九陽豆漿機 我在淘寶上面比過蠻多廠牌 大陸廠牌的豆漿機 然後我目前看到是九陽的評價最好 然後他們也賣很多台 實際上真的也是很好清洗 然後超級簡單 就黃豆倒進去 然後再倒水 蓋起來就好了 現在在剪影片 已經快剪完 本來是想要今天上影片 可是 昨天就真的整理了太久 到現在都還沒有整理完 所以就可能只能明天禮拜一上片吧 就是上那個 Where to eat 然後還有 Tiveny跟Fresh O2聯名的彩妝 現在已經在最後再重新看一次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要來吃 我現在買的千層麵 看一下它要烤多久 烤50分鐘 那我現在就要趕快來開始烤了 裡面長這樣 欸它應該要是預熱吧 它沒有講幾度 預熱200度10分鐘 已經好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熱 再讓它燜久一點 結果我剛剛以為我已經把烤箱關了 結果沒有 它繼續烤多烤了10分鐘吧 所以現在上面變得有點乾乾的 不過應該還好還可以 然後我剛剛終於把影片上傳剪好了 超級感動的 來得及這週再上一支影片 現在要來吃吃看 超喜歡這甜甜麵 好燙可是很好吃 很燙欸 很燙欸 裡面就是麵啊 然後有那個 creme 不知道怎麼講 啊好燙好燙 裡面是肉醬千層麵 好好吃 下一次就能吃就這樣 還是哪一支呢 就這樣講 就這樣講 好燙 隨便 字幕志愿者 杜茜 我的家我剛剛運動完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用拉力帶健身 因為現在也不能去健身房 就是想說要在居家健身 可是在家裡面健身房有差 因為在健身房就會覺得 我就是要做到很多動作 我就是要做到累 然後還可以有氧一下 然後再回家 可是自己在家裡的話就要自制力要非常夠 我剛剛做四個動作 然後就各做四組一組十五下這樣 就稍微運動一下 不然的話 我不想再變胖了 現在要來準備一下今天的晚餐 我是想要氣炸牛排配蒜頭 然後還要順便再氣炸的蔬菜 四季豆根 蘑菇 還有櫃 但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會用氣炸的果實 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也不知道會不會好吃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好的氣炸的食譜 如果有什麼好的料理方式也可以 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我想先把牛排切一切 這是有點像把它切成 骰子牛嗎 我也不知道 這樣跟蒜頭一起氣炸 就感覺到時候一口直接這樣配 因為就有點熟 我想加一點鹽 先把它淹一點鹽 然後黑胡椒 把這些蒜片跟牛肉一起醃一醃 加一點鹽 加一點鹽 鹽酥雞膠鹽 小莫方的鹹酥雞膠鹽 加黑胡椒 加一點橄欖油 然後等一下要下去氣炸的時候 再放那個四季豆跟蘑菇 因為我剛剛櫛瓜 發現切得有點太多 然後碗太小 等一下放進氣炸鍋裡面再拌一拌就好了 氣炸好了 我一次氣炸太多 所以有一點軟 沒有那麼脆 可是它是很好吃 我加那個鹹酥雞膠鹽 超好吃的 牛排 昨天剩烏龍麵 還有前天剩的飯 牛肉 嗯 嗯 嗯 櫛瓜超級鮮甜 再配上蘑菇 貓想吃 再配上豆漿 這次回法國的第一支VLOG 就結束了 再想之後要不要再拍個Weekend VLOG之類 等以後如果有什麼特別的再來拍好了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喔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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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